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陪你阅读 陈培德牧师 和你游走书海 想你爱上阅读 迈向成熟 有关信徒 在职场工作的书 近年来好像雨后春远的出现 今集的节目当中我要介绍的 是《市井信徒通识手冊》 The Marketplace Ministry Handbook 英文原著是由 Paul Stevens和Robert Benz合篇的 这本书原本是由 他们两位编者合篇的 另外一本大型的著作 The Complete Book of Everyday Christianity 是IVP在1997年出版的书 由那里分拆出来的一个选本 集中选取和职场工作和职场伦理相关的主要部分 然后集编成为这本书 读者如果有兴趣 涉取其他信仰应用在日常生活的部分 但可以将这本 1166页的英文巨著 找出来参考阅读 Paul Stevens 他是加拿大维珍学院的 职场神学和领导学的荣优教授 他的著作呢 亦做中文的比较多 包括了七日全职信仰 婚姻灵女 陈族灵情 上帝的企馆学 聖经教我灵修学 工作真重要 和工作力量大 这些的书 再加上他很多次来香港 去担任港员 领导和港学 所以他是比较受本地的教目 和信徒所认识 Robert Benz 他从前是澳洲的密卡里基督教研究院 Mercury Christian Studies Institute 他在那里担任院长 他一生是致力在神学教育 两位的编者在职场神学、领导学、忠教教育、 灵修神学、圣经神学等等的领域上高 研究和合作有很多年的时间 这本书正正是两个人的努力付出的重要成果 这本书是采用条目式的按字母排序 全本书是总共收录了69条 有关于职场工作里面的一些重要条目 由28位的专家学者执笔来到去赞稿 经过两位的主篇、汇篇成策 成为了职场工作者参考的实用指令 全本书是采用基督教信仰的角度 由在职场信徒 从下而上来到去做神学 带出各人对工作态度和处理工作方式的含义 又由上而下来到去做功夫 将圣经真理应用到现实生活 将思想和行动、研究和行为整合结联起来 这本书的出版目的是 期望能够消除基督徒信仰和在职场工作上高的格核 塑造出整传和务实的工作灵性观 使得信徒在家庭、社会、职场、教会都能够好好地来到生活 由于这本书是采用条目式的篇牌的一本实用手冊 读者大可以随意地来阅读 或者是按需要来选取一部分的内容来阅读 是一本可以用来旁生 和包含了丰富职场常识 应用技巧、伦理通质的一本通书 适合个人阅读和小组讨论之用 中日本这一本书的书名 采用了市场圣徒通式手冊 和一般比较常使用的职场的翻译方法是有分别的 我个人很希望 这个是指向落地应用而言 而不是指向我们在工作上高的心态 趋向了下流化来说 这本书是信徒的职场工作的流动药商 是人人工作间里必备的实用字典 多谢您收听网播时代 Times on Air 好 感谢您的事 最后一询的事 感谢观看